熟悉的地方 我們又來啦 淵山同中 水啦 有一陣子沒有來囉 淵山頂 淵山同中 遠眺101 北二高 大洞山 鷹哥在對面 淵山燕在我們後面 看到淵山燕有沒有 借你看一下 等一下去著淵山採幣的下面 淵山燕就是這個 水庫啦 桃園大溪 你看一下 讓你看一下那個 鷹哥那個公園 那個桃雕 在哪裡呢 在紅色的後面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那個中間 看影片的正中間 很清楚啊 不知道 今天怎麼會 倒掉 啊 又是在哪裡 又是在那裡 又是在那裡 哪個廟 正在哪個廟 方向大約是在那邊 廟 小藝公園 好啦 結束 北二高 淵山同中 福德嶺 再來就是 淵山 福德坑山 快到了 再來就是五十分山 GO 好啦 記錄一下這就是 採幣路 就是 五十分山是從這樣上去 採幣是從這裡 以前不會經過採幣的原因 很簡單就這樣 但是這個 這馬上下去馬上就到採幣了 其實是這樣 採幣其實只有 五十公尺不到 好 準備回家了 好啦 哇 這麼遠喔 還有 1.3公里 加油 我們有什麼力氣的 好銳喔 休息一下 記錄一下 這條 往紅道裡 它是這樣寫 好 好 go 我從那裡來 五十分山 還走錯路一次 齁 有人在走錯路 到這邊 往大中 go 福德坑山到了 喔 回來走得好累喔 還走錯路 五十分山下到人家那個 農地裡面去 抖抖抖拉繩 又下錯了 怎麼兩次都走錯了 我以前曾經曾經第一次第一次 去五十分山曾經走錯一次 現在錯過 就是沒有再走第一個錯的那個路口 但是 到了山頂之後又走錯了 好啦不管了 go 這裡有那個 那叫什麼 不挺花 福德坑山 山腳點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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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苞 沒開的 裡面也有 還有果樹 不知道是什麼 這樣都沒有人 這樣看起來都感覺是沒有人 我明不如見面 我們已經來到 原山財幣 看起來很怕人 不過其實他只有 好二十公尺啊 我們不要說他太多 二十公尺了不起 好不要說二十 三十好了 從頭到尾大概不到五十公尺 這樣 呵呵呵 今天已經剩全國最最少人的一天了 會有四位三友 不可能 大哥大姐登山隊來排隊 可能要排到天荒地老友 不知道你 到此一遊 我要去趕路了 這裡的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紫 不過他一定叫做紫背什麼什麼的 沿路其實蠻多的 沿路其實蠻多的 從哪裡來 不是耶 我說你剛剛從哪裡來 請問一下 阿你有去看著雪藤嗎 雪藤喔 還要走到游客那裡 阿你沒有去看看 沒有 在哪有 沒有 我去看著 不 我要去 這還要去看著 我也要去了 在哪有 要去看著 那位 比通常跟那位 道一元 山拔 結果好 因為山 接近五十分山山頂 攔角點 Muhy Go 山拔結果 Go 五十分三 三角點 滿山的那個 那個 牛桐花 雖然不多 但是 一點點白白的 忘記了 那邊就是那個 冤山 胡德坑山 然後下面就是 冤山宴 彩幣就在前面 這裡是五十分三 大平台 圖更點 五十分三 現在是接近十二點 十一點四十五 五十分三 那那邊就是 烏圖枯山 娘子坑應該 應該看不到 OK 繼續尋找雪藤中 沒有看到紅荷蘭 那是尋找雪藤中 那記得抬頭看才有喔 GO 漂亮 不知道它是什麼名 嗯 嗯 嗯 好像黃白耶 哈哈 黃白祭 好 回家研究 今天最重要的 目的 尋找幸運之花 寫藤花 目前已經來到 五十分三 往那個 木陀庫山的 五分之四的位置了 但是 三有說 快到了快到了 但是還沒到 嘿嘿 我不會漏了它吧 好 不管 繼續加油 一定要找到為止 GO 我終於來看你囉 滿地的幸運之花 都掉下來的 表示花期快過了 這不是我漏的喔 嘿嘿 自然掉落 整路都是啊 你想它看不到也很難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應該是花苞吧 還是結果 哦 你曉得 你看看 這就是 一本人 這有人把它綁了喔 不是這棵樹吧 欸 是耶 所以 是耶 所以這棵樹就是寫藤耶 啊 那你有了解啊 寫藤就長這樣 來看看 慢慢有沒有 綠綠 綠紅 綠紫 土花蕊 拍花 啊釣下來 就釣成這樣 GO 這棵樹 這棵樹 整棵樹都死喔 讓你看一下 讓你看一下 一直到上面都是啊 有沒有 感恩啊 寫藤 應該是還沒開哈 還小小的 開起來 半開 全開 半開 全開 水 還有 滿地的 洛華 這是我推的 不像愛心的愛心 很辛苦的花齁 你看這個 這樣子 這麼細耶 槓槓你看 它 從樹里長出來 在槓槓 這個街頭 哇賽 掉一大串這樣 我是很累嗎 快掉下來 快斷掉的感覺 難怪這麼多 落花 掉下來也會長嗎 就 自然掉下來 就長了嗎 也不知道 你看 就是 垂著 然後咚 就掉下來了嘛 所以滿地都濕啊 啊 啊你看 這裡一個 一個 一個 喔 你看 這個 這種東西就是要 截字條 抽花根 花精 有沒有 粗粗的 水 神奇的大自然 血藤花 從這裡長出來 然後 彎過去 然後到地上 又爬起來 就開始長囉 你看其實地上就有了 有沒有 一離開地上就開始長那個 抽花根 抽花精的那個 準備 掉一朵花這樣 你看 沿路一直掉 一直 努力開花 一直長上去 這樣 水 這麼細 都快斷了 我們看都覺得 現在斷了 一直很厲害 令人敬佩的話 血藤 錄影神鎮 好看 冰雪藤一起錄影 好看 要走囉 回家 也跟綠的合影留戀一下 就是還沒有開的 畫包的 綠的齁 記錄一下 啊這個是開的 這是開的 那這個是 很包的 有綠的 有紫的 這個是綠的 水 喔 心情覺得好好喔 看山不是山 覺得好涼還是福 因為看到幸運之花 雪藤我要看回來了 開心 路都變得可愛了 不難就是了 來回10公里吧 山山步 從淵山同中到 那個 接近烏圖枯山的位置 還不到啦 大概 剩下沒幾百公尺吧 但是我們今天 不急著拿山頭 因為其實都來過好幾次 就是來看看那個 就是來看看那個 那個沒有來過的彩幣 然後來看看 來看看 沒有看過的 幸運之花 雪藤花 看完之後 因為目的都達到了 都完成了 所以 開心 Go 嗯 五十分三 三角點附近 好 嗯 那以前其實都是走這一條啦 就是以前沒有走原山才比那條上山 所以對啊 我就印象中就覺得 欸 五十分山不是會有一個 比較難走的拉繩斗上段嗎 就是現在這樣走這段齁 就是一路都是拉繩斗一下 雖然現在繩子做的比較 比以前那個那叫什麼 防腹做的更好了 扁帶你看一路都有大扁帶 很粗所以感覺很安心很好走 以前就沒有這麼 以前比較慌吧 沒那麼多人走 現在那個大台北電競線很多人整理 所以整理的路比較 連拉繩都比較 沒那麼以前那麼難 那以前 就到剛剛山下那個原山採幣的岔路口 其實都沒有走原山採幣那條 直接走這個斗上 所以以前覺得五十分山還蠻難的 那現在今天來的時候是走彩幣 所以奇怪 彩幣反而不難 就五十分山 就是過了彩幣之後 一個垂直上就到了 沒有這麼長的拉繩 所以這一段其實比較難走 那現在來複習一下這一段拉繩 記錄一下 OK 又來到這個土地宮了 感覺是我上次迷路的 才經過的土地宮 好像下錯山喔 走到了不一樣的路了 等一下去找找登山口 go 漂亮的花 迷路才看得到喔 走在不正常的山徑裡面 才跟他相遇 好 陽光下的 好紫喔 剛剛早上去的時候沒這麼紫 現在超紫的 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好啦 go 啊 最後在下山之前 終於找到你 所以其實是 有人種在福德嶺的 只剩下一朵還開著 其他的都凋謝了 只有這根植株嗎 應該還有吧 真的只有這一個葉 旁邊好像找不到其他的 好啦 成功 找到你了 很棒 證明一下就是福德嶺 丟丟丟 紅荷蘭 紅荷鼎蘭 紅荷鼎蘭 紅花荷鼎蘭 GoGo Bye Bye